小鳥、鼻涕蟲、蜗牛 這三種害蟲都是在英國種植很常見的 我們怎樣可以防止牠們呢? 我們從事有機種植 我們不用化肥不用化學農藥 我們可以從環境因素先去著手 鼻涕蟲蜗牛很喜歡躲在草地 濕濕的長角 我們就盡量避免這個環境 例如通道我們可以將牠起雜草放一些木柱 如果是蔡田的話 我們可以將牠掘鬆之後灑一灑田面 讓牠就不會有那麼多雜草生存 也不會有那麼多可以溺藏的地方 鼻涕蟲蜗牛就會減少一些 如果是有需要的 你可以晚上蓋上一塊黑布 濕濕地引一些鼻涕蟲蜗牛出來 之後就人手抓了牠 也是一些方式來的 至於防鳥仔 鳥仔在幼苗其實可能會吃得比較厲害 所以我在這個防鳥方面 我在幼苗的時間 我就可以找一些這樣的食物盒 吸住一棵幼苗 讓鳥仔不能進去吃牠 當一棵菜大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移除了食物盒 轉一個網膝蓋網來防鳥 或者你可以加一點反光紫 鳥仔看到的反光紫 覺得這些地方就不是那麼安全 也會少一點來的 大家加油吧 希望在防蟲防鳥的部分 可以幫到大家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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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